你们想在黑角域扩建势力 苏谦听到萧妍的话之后 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大长老 我也知道黑角域一直是江南学院的一根刺 不过环境因素使然呢 那里永远都具备着极强的攻击性 所谓赌不如输 想要断绝麻烦吗 自然不可能用最强硬的办法 若是我二哥真的能够在黑角域将势力扩大 到那个时候内院也就省去了不少的麻烦呀 而且一些其他对内院有敌意的势力 我们也能够帮忙监视着 而且大长老也应该知道我的底细 我与云兰宗之间恩怨太大 想要报仇便需要一些不弱的势力 这黑角域嘛是个不错的场所呀 所以说就算日后势力扩大 也不会对内院有什么威胁 这一点大长老若是不相信我二哥 至少能相信我吧 你说的不无道理 一直以来啊 这黑角域都是嘉南学院的心腹大患 若是真的能够出现一个和学院交好的势力 那或许的确有着一些难以估量的效果 这么说大长老是答应了 哎 不答应还能怎么样啊 如今我内院的天坟练祭塔 长时间的依靠你来补充的陨落心炎呢 大长老这话说的 哎 我校园可不是忘恩负义之人啊 得到了陨落心炎正是我欠内院一个情 若还拿着来要挟的话 岂不是彻底的没脸没皮了吗 你这小子呀就这点不错 挺重情义的 老夫喜欢啊 捋着胡子 苏谦欣慰的点了点头 好吧 你就让你二哥放心去弄吧 黑脚玉太过混乱 若是能够整顿一下 对我江南学院也是有一些好处啊 呃 伤势好了吧 哦 没什么大碍了 你这小子 这体质真是让人羡慕啊 那么重的伤 修远哥几天就活蹦乱跳的了 萧炎笑了笑 他体质能这么强 也是吃了无数的苦头才能助就 这个世界上 哪有平白就能得来的什么好处啊 没有付出 就永远别享有收获 接下来 你打算怎么办呢 难道说去黑脚玉帮你二哥 黑脚玉的事他自己能够办 实在需要我出手 他会派人来通知我的 呃 我还会在学院待一段时间 直到把他的问题解决了 当然了 还有一件事情 那便是暗中休息 凶儿所留给他的地印节中的开山印 地阶高级 这种级别的斗技啊 威力必然是极为强大 若是修习成功的话 毫无疑问 那又将会成为萧炎的一记底牌 因为日后与云山决战 多一分胜色 不过这事儿需要保密 萧炎自然不会说出来的 他 你是说那位斗宗皆别的女人吗 这个女子究竟是何方强者呀 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周边有这么一号强者呢 文言 萧炎略微迟疑了一下 想到这也算不得什么秘密 怂了怂间就把美杜莎女王的来历大致的说了一遍 哎呀 没有想到竟然是传闻中的美杜莎女王 而且还是进化之后的美杜莎 难怪呢 不过你小子也很强啊 竟然连这种女人都敢招惹呀 而听说历代美杜莎女王 皆是极为冷血之人 杀人如杀鸡一般 没有想到啊 他竟然还会出手救你 这可真是不可思议 当年大陆上也出现了一位进化后的美杜莎女王 争巧被某个一流势力的少爷轻薄的摸了一下身子 结果呢 那女人便直接冲进那个势力中大杀一通 强制搞得元气大伤啊 从那以后啊 大陆上的男人几乎见到美杜莎女王都绕着倒走啊 生怕烧不注意 便招来杀身灭族之祸 你现在应该知道你是多么的幸运了吧 苍莉把额头上的冷汗 这历代美杜莎女王果然恐怖啊 杀人根本不需要丝毫的理由 希望如今那个美杜莎能够理智一点吧 放心吧 我会小心的 多谢大长老提醒 苦笑一声 萧妍冲着苏谦拱了拱手 然后便在后者那运着笑意的目光中走出会议室 望着萧妍离开 苏谦这才戏谑的笑道 不过这个家伙似乎也并不知道 美杜莎固然杀伐成性 可一旦真的被人所折服 那便会真正的至死不欲啊 这个小家伙 哎 艳浮不浅啊 出了一试听 萧妍便再度赶回了盘门 把这个消息呢 告诉了萧妍 而后者听到说内院竟然不反对 也颇为欣喜 当即呢 与萧妍叮嘱几句 便急匆匆离开内院 前往嘉南城 召唤她的那些属下 然后赶往混乱的黑角域 趁机扩大势力 对于急不可耐的萧妍 萧妍也是无奈啊 只能任她离去 不过在离开的时候多次叮嘱 若是遇见了麻烦 要尽早派人和她联系 如今黑角域 韩风已死 金银二老 不敢再当出头鸟 以萧妍的实力 足以横扫那所谓的黑榜 在萧妍离开了内院之后 日子便又变得平静了下来 而萧妍在盘门当中待了两天 终于呢 忍耐不住心中对那地印觉得好奇 找了个借口 再度溜进了茫茫深山 茫茫深山无边无际 聪裕的绿色一直延伸到视线尽头 一阵狂风吹来呀 满山都是哗哗的声响 一处略微有些光秃秃的山峰之上 萧妍盘膝 作为一块巨石之上 不过 她却并未立刻开始着手修炼 那地印诀 而是抬起头呢 盯着空荡荡的天空 片刻之后无奈地开口说道 现身吧 我知道你跟着我 消炎话音刚落 天空某处空间便微微波动 玄机的凹凸有致的曼妙郊区便凭空浮现 自己想死了 美杜莎 青塔西空 一路踏步而来的仙子一般 行了行了 别成天死啊死的 我也知道你现在杀不了我 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 其实你应该也清楚吧 你虽然说融合了吞天莽的灵魂 可以受到了它的影响 所以呢 一直对我下不了手 而且还经常跟在我的身旁 哼 不要以为吞天莽能一直的影响我 我迟早能够把你杀了 我说咱们来做个交易怎么样 对于消炎的提议啊 美杜莎没有丝毫反应 这几年 她就是因为种种交易 才与这个家伙最后纠缠在了一起 我能帮你把吞天莽 对你的影响彻底的消除 让你做回一个真正的美杜莎女王 凭什么相信你 消炎一挥手 一道影子 自袍袖当中飞舍而出 最后被美杜莎一把抓进了手中 顶经一看 却是一卷卷轴 缓缓打开 古朴的字迹印入眼帘 这是一卷药发 而所炼制的丹药 则正好是能够医治 美杜莎那种受其他灵魂影响的症状 这是六品丹药 复魂丹 至于炼制丹药的药材 以及其他并不在这张卷轴上 若是你能够答应我的要求呢 日后我会你炼制 怎么样 什么要求 一年之内跟在我身边 不可对我有杀心 并且必要的时候我让你出手 你不能拒绝 一年约定结束 我会给你炼制丹药 到时候你若还想杀我 习听尊便 怎么样 美杜莎这个时候 眼盲闪烁 我心中陷入天人交战的挣扎之中 哎呀 只要得到了复魂蛋 日后你便是一个纯粹的美杜莎女王 不受任何东西的影响 这种自由可是价值不菲啊 美杜莎听到这儿 目光冰冷的望着硝烟 沉默了好片刻忽然说道 行 就